再来看到现在呢天气热了 很多人觉得戴口罩好开始 是不是有一点闷 现在指挥中心啦就来公布 4月23号开始要开放警察 宪兵长照社福机构 社福以及相关的这个人员 能够公费来接种AZ疫苗 大约是有20多万人 因为中央希望能够来提升施打率 好但是我们要看看 入口网站做了个调查 有61.2%的民众还是觉得 不想打不会打 基层远警也透露说不敢打AZ疫苗 但是也担心说这上头恐怕有压力 包含了在军警还有长照人员 开始扩大接种了 但是如果说接种的话 接种疫苗能够换免戴口罩吗 这陈时中部长就说了 疫苗打到一定的程度 就可以不用戴口罩 那大家你期待吗 你认为说一定会帮我加1 应该会加2 应该不会加3 一定不会 你还是不愿意打疫苗帮我加4 如果说不戴口罩 那你会去打疫苗吗 在这边加1一定会加2 应该会加3 应该不会加4 一定不会 大家来告诉我 公费施打疫苗对象再扩大 23号开始开放警察 宪兵长照机构相关人员接种 但是第一线远警 施打意愿非常低 新闻看到很多人有副作用 我们其实都不太敢去打 同时其实大家也都不太敢尝试 如果长官宣导大家施打 那没有去打感觉会 跟大家不一样会有压力 警察自己不敢打 但却有不得不打的压力 毕竟疫苗打气持续低迷 根据机关署最新资料统计 截至4月22号上午10点 疫苗接种达到了36731剂 只占全人口的1.5% 就算到6月底 31万多剂全部打完 也只占全人口的13.4% 距离6成的人口施打 还差将近5倍 算一算全台人口 如果要有6成覆盖率 需要1400万人接种疫苗 一个人2剂 2800万剂的疫苗到底在哪里 因此享用不戴口罩 刺激施打率根本不可能 有一份最新的网络民调也显示 高达61.2%的网友 倾向不会打疫苗 专家表示 政府对于谁该打 不应该干预太多 重点是要祭出诱因 要提升打气 没办法仅以开放接种对象 就能够解决 还是要有诱因 才可以提升打气 那由出国旅客 自费接种的例子来看 是否开放出国旅行 是提升打气的最佳方法 专家建议指挥中心 提升民众的信心 和祭出诱因 才是最实际的 别在施打率只有1.5%的时候 就先向口罩解封令 记者陈轩白 王一仲台北报道 好来看看大家敢不敢打呢 首先来看看 好 大家不敢打的 其实还是比较多 好 李梦五加三 应该不会 陈建勋 加四 一定不会 然后詹志全 加三 无双锅 加四 有看到猫分有加一 他可能呢 愿意 如果说不用打口罩的话 愿意去打 不过大部分 麦当当 加四 吴哲勋 加四 吴迪 Snowly 汪美玲 连碧琪 大家都是加四 大家还是不敢打的 屈多 还有人说 还是戴着口罩好了 吴月真一定不会打 大家都不想打 那所以呢 我们无报制作人 也来回应大家了 大家也可以来 跟我们的无报制作人 来打个招呼 好 这个刘秀侠也是加四 以及蔡成棉 加四 看起来呢 可能在 应该不会跟一定不会 还是屈多 好 那另外再来看呢 目前呢 有研究显示 新冠肺炎患者 如果同时 罹患了牙周病 死亡几率是高达了 九倍这么多 那现在还有最新的研究说 新冠病毒很可能会 透过牙龈感染到肺部 一旦病毒进入到牙龈 就会透过这个颈静脉 进入到心脏 然后入侵肺部 因此对于患有牙周病 已经口疆疾病的患者来说 这可能将会是一大简讯 患有牙周病 不只会引起牙龈发炎 若不及时治疗 炎症扩散到全身 口腔细菌 也可能被吸入患者肺部 感染新冠肺炎 英国南非和美国 国际研究小组发现 一旦病毒进入牙龈 就会透过颈静脉 进入心脏 接着入侵肺部 研究报告指出 最初受到新冠病毒 感染的是肺部血管 而非呼吸道 如果脱衣中含有的病毒浓度较高 或是患有牙周病 死亡风险将大大增加 欧洲牙周病学联合会 也曾针对568位确诊 新冠肺炎患者的健康记录 进行调查 发现和没有牙周病的患者相比 发生并发症的可能性 至少高三倍 送入家户病房 可能性高三点五倍 死亡几率甚至高出九倍 牙周病就是那个血管 它本身就已经是破坏掉了 所以它本来就是细菌 就很容易冲这条路径 牙周病要先治疗 再来就是破腔卫生 还有疏口水 疏口水里面多少都有帮忙 牙龈疾病 为其他细菌病毒打开大门 找到更容易进入人体的途径 牙医师提醒预防剩余治疗 使用疏口水 或许能有助于降低患者 肺部感染的风险 记者林文林佩杰 台北采访报道 印度在22号单日确诊 破了31万 创下新冠疫情以来 全球最高单日确诊案例 首都德里面临氧气酮用尽的惨况 日版发现印度的双重变种病毒 现在入侵了 为了控制疫情 将对四都府县 从4月25号 5月11号 宣布紧急事态巡言 印度22号单日确诊人数暴冲 居然高达31万多例 创下新冠疫情以来 全球最高单日确诊人数 使确诊案例突破1600万 仅次于美国 确诊急速增加 使医疗资源严重短缺 首都德里医院 普遍缺乏氧气筒 因此不少病患 是在等待氧气时不幸死亡 印度疫情失控 主要是有双重突变的病毒 感染性极高 而日本官方证实 这种病毒已经入侵 目前有5个案例 由于有不同的变种病毒 日本的疫情居高不下 22号东京确诊861人 专家推估如果以这样的速度下去 两个一半以后会打2000人 至于大阪22号确诊1167人 而大阪的医疗已经崩溃 重症病床使用率达百分百 目前确定 针对东京大阪兵库京都 会宣布紧急事态宣言 预计从4月25号到5月11号为止 具体的措施包括提供酒类的 像酒吧卡拉OK必须停业 没有酒的可以一夜到晚上8点 另外超过1000平方公尺的 大型商场必须休业等 而这一波的限制 是否有效的压制疫情 是许多日本人心中的疑问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